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講教條主義的代表 斯多格哲學 那我在這個懷疑論的課程安排上 有幾重的期待 第一重的期待就是 我想要讓大家從哲學歷史的角度來看清 西方哲學到底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有什麼樣的優越性 這個一切都在大家靜靜的觀察中 了解一件事情的優越性 莫過於從歷史的長流中看得出來 這是我第一個正式的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能夠透過一門課程來廣泛的接觸 尤其是一門通識教育的課程 所以因為是這個通識教育的課程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大家各方面正、反都有一些接觸 這樣子的話 的好處就是有你自己可以發覺 就是說有一些很正面的或是一些很負面的 或是很積極的或很消極的 它的發生都是有原因的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也就是我確實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要讓大家能夠充分的體認到 這個懷疑 懷疑這個事物的真實的這一件事情 不但是一個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而且它會出現了非常多的好處 有優越性的好處 所以大家都知道做學術 基本上就要做出合理的懷疑 完全不懷疑 其實只有一種 有一種知識是不懷疑的 以數學為表征的知識是不懷疑的 所以說在座的如果有工程師的人 學的是工程師的人 其實更應該注意這堂課所展現的價值 我今天下午上完課以後 我要到重工大學 去做一個有關於科學哲學的演講 我已經上午上你們課 然後下午 其實到成大很遠 而且成大是工學院 他們都是訓練工程師的地方 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要聽我演講先把數學忘了 不是因為我數學不好 所以要把數學忘了 而是說如果你相信數學所衍生出來的知識 那就沒什麼討論的空間了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那你到什麼樣的程度的人 才知道像你學數學的 你要到什麼樣的程度的人 才開始懷疑你所演算的數學系統有問題 我相信你這輩子都不會存在 有就算是我認齋了 我下18層低於 你懂我講的道理嗎? 這種人的出現的可能性太低了 因為愛因斯坦也是幾百年後才出一個 懷疑數學有問題的人太難得 太難得 數學演算的專家太多了 2000個人裡面就有一個 雖然比例很低 所以你要了解 全世界哪裡的工程師最多 一定是大陸的 這個數學好的程度是按照比例的 我們只能這樣講 有人說什麼數學家跟數學家結婚生的孩子都數學家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就見過 不一定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個觀念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上通俗教育的課就是為了做學術上的準備 而做學術上的準備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三年 第一個從歷史 第二個從多元的學派 第三個的話了解懷疑的重要性 好 我希望大家有興趣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或是不適當的地方 或是不理解的地方 歡迎大家公開舉手 如果你不方便公開舉手 不習慣 私下發問也很好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可以不休息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有互動 因為這一點很重要 我曾經在說過懷疑論當中 如果沒有互動的話就自我感覺良好 就對我來講 久了來講 也沒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上禮拜我們上課講到亞里斯多德 我現在問在座的所有的同學們 就問你好了 沒關係 你不用講話 搖頭跟點頭 請問大家 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 沒有真理 這件事實對你來講 是個遺憾的舉手 就說真理不可得 這件事對你來講是個遺憾的 你覺得是不是是個遺憾的舉手 不是個遺憾的 是個好事的舉手 又是你 對不對 就你們兩個好了 都戴眼鏡 最後拍 最後面一個先講 為什麼沒有真理是個好事 練習一下你的組織知識的能力 聽老師這麼會講話 先分成三點 然後開始想 為什麼 你敢舉手 你也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我盡量讓我自己的acculation 咬字清晰 發音準確 還帶那麼一點的金腔 你說說看 不知道真理也會必定 就算知道也未必會達到那個境界 其實你知道的話也不能怎麼樣 知道也不能怎樣 所以是個好事 沒有 因為反而如果你知道的話 也許會讓你很痛苦 會想要去打到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簡單的 接地氣的問題 你對愛情有一點渴望吧 但是沒有真愛的時候 你感覺到是個好事 那因為說其實有的話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也無所謂 你會這樣講嗎 你會這樣講嗎 講真的 講真的 把台大當成一個教堂 是一個告解的日子 你會這樣講的話 你還要受教育嗎 你對真一點執著的感覺都沒有 你還需要受教育嗎 如果我都無所謂 對不對 你說是不是 如果你對真理一點執著都沒有的話 你還需要受教育嗎 搖頭是 不用受教育了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關係是什麼 你對真理一點的執著都沒有 然後 很大方的說好事啊 那你幹嘛受教育 對不對 像有一些這個 我隨便挑 因為這個同學看起來特別文靜的樣子 我不曉得真的假的 考慮內心如火 你覺得說活了一輩子沒有真愛是不是很大的遺憾 當然 廢話 連我這種這麼不浪漫蒂克的人 羅曼蒂克的人 我都覺得很遺憾 那你怎麼可能會覺得無所謂呢 是不是 你們兩個穿制服嗎 隨便挑一個來回答 是不是 所以 這個答案不是 知道沒有真理就無所謂 但是我故意誇大了 你終於有話要講了是不是 講清楚一點 大聲地講 如果有人告訴你真理是什麼的話 那就是 我們在那研究學問的到那一點之後就停止了 可是如果 就是沒有 就不能夠繼續追求 keep searching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那如果沒有真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再繼續追求更好的理論 對 然後第三點呢 那就是這樣子人可以在追求這個真理的過程中得到快樂 不一定 其實我只有講到只有一句話 就這個世界如果沒有真理的話 我們所有的人 我用全稱命題 因為這是邏輯性質的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真理的話 所有的人都會覺得很遺憾 所有人都會覺得很遺憾 但是如果有哪一個人嘴巴裡說出來 這就是真理的話 這個人的話絕對很混蛋 遺憾跟混蛋是合在一起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真理不太可能是從一個人嘴巴裡說出來的 他的說法上一定要學學亞里斯多德 就亞里斯多德假稱 說 蘇格拉底講的話是假稱 不是宣稱 蘇格拉底宣稱什麼? 蘇格拉底原來說過說我什麼都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是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的一句話 理解這句話的話就代表文明提升三級 不理解文明下降四級 差剛好一個禮拜了 你一定要了解這句話 要備註 備註 備註 最好就是塔兔在你的手上 一定要記住 就是說我唯一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句話很有名 但是亞里斯多德說 蘇格拉底不是proclaim 是pretend 我講這個話是來自一個科學者的意思 但是他大致上講 就是說蘇格拉底在亞里斯多德解釋下說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句話是我假裝說這句話 為什麼假裝說這句話的? 原因是因為我對真理有commitment 叫做允諾 我以追求真理為主 但是我知道它又不可得 所以我假裝說不可得 所以我要用方法來取代 真理的獲得 真理不是一個東西 不是一個你得到什麼 會一直在你手上 你就擁有真理 不是 真理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透過方法 歸納法 演繹法等等 所以說這個觀念是我們上一次講到的觀念 那亞里斯多德的這個觀念 剛好介於其中 為什麼介於其中呢? 因為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 做學術工作 如果有真理的 已經存在的情況下 那我認為全部的人都應該轉行轉到工學院去 如果你能讀的話 那這樣子你讀工學院就對了 因為又能應用 又知道在幹嘛 但是工學院最大的限制 就是拿數學作為一種表象 然後來應用的過程中 應用應用 就是它有實際上用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家要發覺 一般來講 對於學術沒興趣的人 都喜歡讀應用的科系 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有一些科系的話 它本身是philosophical 像物理、化學、生物、數學、政治、社會、經濟、文史、哲 這些科系 它本身的題目是非常哲學性的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套用了我們整個知識論 就是我們的懷疑論裡面要講的精神 所以同學們要搞清楚 就是這是一個志向的問題 大家回去 回到你們的小學或中學去演講的時候 一定要為了認識我這個人發揮精神說 校長說錯了 你的題目一定是校長講錯了 回到小學回到高中學講 說要我們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或者說做什麼事要有理想什麼 這個都錯了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他自己都不會有理想的 因為人做這個選擇 你回小學或中學一定要做這種 一定要復興實化運動 一定要講說教育小孩子 什麼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什麼這種想法錯了 因為你要分析出來 真正的關鍵是你對於學術有沒有這個熱情 如果沒有這個熱情 一定要去讀公學院 如果有這個熱情 那就問你自己你這個熱情能撐多久 因為確實是一個很苦的一個道路 我上這個課 我有很強烈的一種鼓勵大家 在台大讀書一種使命感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那種熱情 你不要去讀那個博士 我覺得 惶惶終日 無所事事都比讀那個博士 沒有熱情的話 如果你有熱情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辛苦 我以前很有熱情的時候 我老是不猜 我留學留了十幾年 實在是很丟臉 我很少跟人家聊到 大家都很喜歡開口閉口聊歐洲 日本 我其實我都從來很少提到生活細節 因為沒有熱情做學術 實在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沒有熱情是 我一開始沒有一個人欺蒙我 告訴我懷疑論跟這個 學術上追求真理的過程是可以並行不備的 所以我講這句話讓同學們了解就是說 因為我發覺 其實台大現在充滿了 因為這個禮拜充滿了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我講這個事情是告訴大家 這學校好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你本身的熱情是你個人的事情 你的那個commitment是你個人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把這個場景移回來 從上禮拜到現在 從亞里斯多德到講到斯多克哲學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這樣出現呢? 我跟大家說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是最有趣的 而且是最沒有辦法 被我們現代的西方哲學史所理解所掌握的 就說大家都知道古希臘 古希臘是一個神話 古希臘有蘇柏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他們基本上 他們變成很重要的人物 你們學歷史的都知道 是後來阿拉伯人在把他們的作品傳回來的 所以說基本上的話 除了柏拉圖以外 柏拉圖是因為跟基督教太像了 所以在中世紀的時代 柏拉圖在西元六世紀的東西 就還算完備 其他亞里斯多德這個人我都很懷疑 知不知道 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佩瑞克里斯 我每一年去一趟希臘 我後來發覺這根本就是個神話 不是個故事 是重新修建起來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考古人員當中沒有希臘人 只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 沒有希臘人在做進行自己的考古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們希臘人根本不存在 他們一開始當大家在發動這個故事的時候 英國人拜倫去的時候 他們是土耳其人 然後告訴他們說 你看到你們的宗教吧 你宗教上面寫的文字 你這個文字是以前最偉大的希臘文 慢慢慢慢想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完美的故事 所以在整個恢復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蘇柏亞到了亞里斯多德結束之後 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就是馬其頓人出現了一個英雄 超級大英雄 就亞歷山大 我們稱之為大帝 已經夠大了還叫大帝 所以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他一下子 這個人他以一種瘋狂的姿態要往這個東進 為什麼西邊就是野人又冷又野 現在德國人根本就是又野又冷的地方 根本沒有人要 羅馬帝國都不要 你就知道說那個原來的氣候對我們來講 這個是多麼大的挑戰 所以一直往東打 打到哪裡 打到阿富汗 印度差一點 所以那邊的人 因為亞歷山大大帝有一個特殊的政策 就是下令所有的希臘人全部跟當地人同婚 所以那邊一直到了 阿富汗人都長得一個樣子 大致上就差不多這個樣子 就我們突然就不一樣 如果他不死 如果說他打到一半 山山就死掉了 如果他不死的話 我們大概也長得跟那個阿富汗人差不多了 因為他到哪就是同婚 那他本身的這個戰爭上來講的話 他跟那個希臘人完全不一樣 他認為希臘文化要能夠普及 希臘字這個文化好好在他普及 因為馬其中文人是剛好尷尬地帶 是屬於像越南跟中華文化這種關係 用中華文化的字文化 但是他不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說是很尷尬 然後他就要竭力地把這個文化擴張 擴張以後 我們他所統治的帝國後來分成三大塊 他統治了歐亞非三大洲 我們叫做希臘化時期 為什麼叫希臘化時期? 因為用希臘文統治了所有的文明上的技術 後來影響很深遠 包含現在聖經的出現 希臘文佔據了 新約聖經出現 希臘文佔據很重要 保羅就是希臘人 文化上來講很重要 在希臘化時期出現了幾個重要的轉折 這個轉折跟我們今天很有意思 其實大家有興趣 我下一個會開斯多噶哲學的課 這也很有意思 就是說第一個 亞萊塞大建的一個大帝國 跟原來的希臘時代的城邦政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如果你來自於一個大帝國 跟你來自於一個小島 那個視野見解是不一樣的 那個很自然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 像我 我媽媽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簡直不能想像 我媽媽說她長大 讀完師範畢業 沒有見過海 因為她住在黃淮平原 那時候我覺得很好笑 我說怎麼沒有見過海了 我今天下午帶你去看海 就覺得很近 沒有見過海 然後講得很真誠 就是都一片開破地 後來我自己回到我媽家鄉去 就突然了解她講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這個地理形式決定人的思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她大帝國 跟原來希臘城邦 原來希臘城邦是非常明顯的定義什麼叫外國人 外國人女人跟小孩是沒有公民權的 很明顯 亞萊塞德在柏拉圖的Academy待了20年 一直得書卷獎 結果走的時候最後校長 柏拉圖留給自己的侄兒 沒有留給他 我們不曉得這個當校長重不重要 但是對於亞萊塞德來講 北宋 就覺得說 就看我是通希臘文的外國人而已 這種心情我其實蠻理解的 以前我在比利時讀書的時候 每一次有一個很有名的法國字典叫北地火貝 在比賽這個智慧的時候 都是比利時人或盧森堡人 還或是瑞士人得獎 法官只要是比利時人 瑞士 盧森堡人得獎 法官講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Francais 很無聊 狹隘 那麼這種文化上的比較 所以這個是帝國跟古希臘的一個差別 然後第二個很重要是 這個帝國思想要強調的cosmopolitan 不同的人種住在同一個地區的意義很重要 很重要 像我們在台灣一下子開口閉口 我們對於阿德華就覺得特別好 對於這個非洲人的話就覺得說 你來幹嘛 在帝國底下不可能有這種問題 因為帝國就是所有的Kingdom的結合 United Kingdoms就是帝國的翻譯 然後第三個最重要的是 東方的思想進來了 為什麼進來呢 因為亞歷山大大帝的時候 他 我不曉得有一個電影叫Alexander the Great 你看他裡面所有的最大的特色是 亞歷山大每攻下一座外邦族的城池以後 就要把自己希臘的士兵殺光光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人都是民主的制度 每個將軍都跟他講說 Your Highness Enough is enough We should not go eastward anymore 每個都叫他停下來 他心裡想說 因為他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以為 他一直以為他媽媽從小就跟他講Archilles的故事 他一直以為自己就是人跟神的混種 所以那個東方的那個Divine King 那種軍權神獸的概念 對他來講簡直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到了波斯的時候 他發覺每一個人都相信君王必然是有神權的話 簡直就是他要的 Divine King的概念對他來講簡直是太重要了 他認為東方思想棒極了 這種想法跟我們今天的 剛好十九大剛開完 跟我們這個Divine King的想法非常類似 就是說你沒有一點神力 你怎麼可能夠管上十幾億的人呢 這亞利山大大帝他覺得非常你就有這種感覺 他認為東方思想好 就是引進了東方思想 所以那時候主要的哲學家都不再是單純的希臘人 原來只有希臘人才可以搞哲學 像敘利亞人 東方思想哲學家 但是沒有搞到孔孟那個 但是孔孟的思想 最像西方思想的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斯多噶哲學 所以斯多噶哲學的話 它的這個出現的背景很特別 第一個 它是一個非純西方的想法 有東方思想 而且東方裡面最頑固保守的那一部分 然後第二個的話 它是一個大帝國融合時期所出現的 融合多種文化的 就是多元文化觀的想法 然後第三個的話 它是佔據一個 符原非常廣大的一個範圍內 所以所產生的一個思想 符原極其廣大 這就三者的話 其實講起來還是歷史的偶然 最了不起的歷史的事實是什麼 你學歷史的你就知道 西方人最偉大的帝國是不是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了不起吧 我們今天要回答為什麼羅馬帝國了不起 沒有人敢否認 我們一提到帝國 中華帝國都是封建 洛武 張亂窮 西方人一有帝國馬上取名羅馬帝國 什麼東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 神聖羅馬帝國 什麼都羅馬帝國 為什麼 了不起 因為羅馬帝國的所有的皇帝 基本上都以斯多噶哲學家自我期許 了不起吧 就跟我們這個說中華帝國的皇帝 都是以自己儒鴉信徒自我期許 所以我們喜歡講說 儒家的文化就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哲學 裡面教人家 教老百姓聽話的 十五個哲學在羅馬帝國也發生過 羅馬帝國有個皇帝很有名叫Marcus Aurelius 你們有沒有看過Gladiator 神鬼戰士 看過電影沒有 很好看的電影 非常好看的電影 這電影裡面充滿了哲學意涵 不跟你聊電影了 但是這裡面講後面有一個穿藍袍子的皇帝 有沒有印象 他兒子叫Komondos 把他爸把捏死了 其實沒有那麼慘 但是打敗日文曼人的皇帝 最後一個叫Bax Romano 就是羅馬的和平時期 用武力創造和平的時期的最後一任皇帝 叫Marcus Aurelius 我們中文叫奧里略 在電影裡面演的就是這位皇帝 這位皇帝是斯多噶哲學家 有名的哲學家 是斯多噶羅馬帝國時期的三大哲學家之一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Meditations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著作 這個Meditation 斯多噶哲學著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介紹一下這個背景 讓同學們開始了解 我為什麼對這個背景特別有興趣呢 因為我一直在懷疑 中國哲學那一套 是偶然還是必然 你知道嗎 是我們人種天生的non-democratic 像你們學歷史就可以了解 像這個余英詩不是最近還寫了天人之記嗎 好了 就是說從跟大陸鬧翻以後再出的 就我正在想這個問題 我就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帝國這個傳統 然後在西方當中的話 就是一直在宣揚這個民主政治價值 就是民主價值固然很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就活在民主社會當中 什麼都隨便 但是我就在想說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在講柏拉圖的時候 我們講到說那個規範性的思維 跟那個 跟那個我們這個社會中的理性時代的規範性 已經很類似 然後突然一下 又在這個 他們在這個古希臘城邦時代都是少數 被人家反對的 我就在想這些很自然而然出現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話 基本上對我來講 它是邏輯性的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後來我找找找找找 找到了斯多噶哲學 找到斯多噶哲學 還把它想盡一些辦法 編成課程 然後開始慢慢做裡面的研究 發掘東西正在發掘當中 我上禮拜到人大學開會也是在討論 怎麼樣解讀這個奧利略的這個meditations 那我現在做這些問題的時候 最主要在我們懷疑論的脈絡當中 我就要驗證一句話 什麼話呢 就是說沒有真理 如果確定沒有真理 我們會覺得很遺憾 遺憾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講了這麼長的故事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沒有真理會覺得很遺憾的這一件事情 在斯多噶學派當中的發展 經過長期的醞釀 大家要知道斯多噶哲學是唯一在西方哲學界當中 是以學派鑄成的 學派的名聲大過個人 其他都是個人 沒有什麼派不派的 只有斯多噶 就希臘化時期 剛剛我講了亞利山大大的希臘化時期 隱虛的一派叫做伊比丘魯學派 伊比丘魯學派被污名化 變成綜裔主義者 我一開始聽到伊比丘魯學派就是那種青少年的衝動來了 以為這裡面那些哲學家都在拍A片 結果發覺剛好相反 斯多噶學派還稍微有一點點人性 伊比丘魯學派是極其的禁止 是離群所居的 另外還有一派叫懷疑派 專門針對於斯多噶哲學派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同學們可以慢慢的理解 我講的內容都是在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nd Wikipedia 或者說是在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都可以找到內容 同學們練習練習英文去翻一下內容 Fascinating Stories 像這個我們如果有大陸來的交換學生 可以去看一下這裡面的內容 就是說它確實是說明了 西方人也經歷過一個偉大的帝國時期 但是羅馬帝國為什麼特別偉大呢 有很多個哲學在裡頭 你知道 我再補一段話給你聽 羅馬帝國偉大是因為它的法律 這個我以前在認得一個在住在淡水的一個比利時人 他是專門讀這個和屬印度公司的資料的 那個台灣有個讀荷蘭文的那個歷史學家叫曹什麼的 智學出身的 對 曹永和 他這個跟他們合作 他們讀和屬印度公司 他發現一個案例 還寫了一篇文章 我還有過這篇文章 他很難想像就是說 所有的羅馬帝國的治安法 唯一這個鯊雨的地方是在台灣的荷蘭殖民地時期 就是有一個案件就是有關於從廈門過來打官司 敵長子繼承的中國式法律跟所有只要實際上de facto的配偶 以及子女都擁有法律繼承權的這個觀念 結果是大清律例獲勝 他覺得非常奇怪 這個例子 這個讓我覺得羅馬帝國的法律很早就是今天法律 治安法的處形 所以講這麼多的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要開始介紹斯多克哲學的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就是說告訴你沒有真理 但是我們把可以當真理的直接就當成真理來面對 所以哪一種情況最需要這種教條主義呢? 數學本身不是 剛好相反 倫理道德 倫理道德最需要教條主義 家裡講民主搞得下去嗎? 像我小孩在那裡講說 爸爸 我們家裡覺得 我們三個人都覺得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這個人想法不行 我說好 那我不出錢了 不行 沒有預算就沒辦法執行 沒有辦法執行 那只好就是有預算 公司不能講民主 老闆開口閉口就賣了 不要了 不幹了 大家一起失業了 對不對? 所以說道德上的問題 所以斯多克哲學在今天只剩下倫理學的 實際上他講的是一個認知過程 那我們從亞里斯多德接續講起 從上禮拜 所以亞里斯多德 大家都很了解我們追求適當的知識 然後我們從一切學術探討的起點 在經驗的基礎上我們要能夠解決困惑 這個困惑就是歸納法所引發的問題 同學們也知道歸納法 那麼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解決困惑的就是用共識法 就是說是這個indoxical method 就是共識就是想到追求最大的共同信念 那麼這個現象法的話就是說描繪 我們用語言描繪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有可能出錯 水箱中的筷子就有可能是出錯 但是我們 那在哲學收集過程當中我們有共識 注意 只是可信度較高 仍然是信念 common beliefs 較高的信念 最有名的例子在倫理學中 人的慾望會阻撓理性 所以慾望存在 對不對 人有慾望對不對 每個人都會點頭 但是慾望沒辦法證明 你懂嗎 慾望能不能克服 有 為什麼 當我們全部變成佛光山 大家在一起每天念經 說老師 說師父我有慾望 說大仗經念一百遍就沒慾望了 大家都互相盯著 沒慾望了 這個每個人都有感覺 人人都一樣 但是說慾望 慾望很多種 有食慾 有信慾 還有求知慾 當然求知慾最弱了 對不對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個人基本上就跟動物差不多 人跟動物不同是因為有求知慾 求知慾的話 本身來講的話 常常被我們的動物性 叫animality所掩蓋 所以說以這個情況來講 即使這麼明顯的慾望 有的時候我想要某一樣東西 英文叫envy 法文最明顯 envy 那個講起來的時候那個envy的時候 那個我覺得我水巴裡都噴火了 你知道嗎 但是事實上我跟人家一講的時候 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慾望跟意識一樣是沒辦法證明的東西 而且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的 所以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共識並不絕對真實 那我就是 所以亞里斯多德認為這個探求科學的這個方法是適當的 但它不是絕對的 所以說同學們要了解 好 亞里斯多德影響了斯多噶學派 就受到共識法的影響 斯多噶學派在亞里斯多德追求真理的過程中 又往前進了一步 就是把這個共識的部分 Consensors的部分進一步化約成為 教條 Dogma 就是教條 這個進一步把原來亞里斯多德哲學中 具有適當性和批判的方法轉換為教條主義 所以說 我跟大家同學強調 Dogma這個字翻譯成教條 我們現在一聽到教條 污名化 你知道 一聽到教條 不要聽了 不要聽教條 那我問大家 你知道我第一次聽到Dogma的時候 我隔壁 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我隔壁都是神學院的學生 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們哲學院沒宿舍 神學院宿舍超好的 所以我趕快就是化身變成 為了生存就住在這個神學院宿舍裡頭 同學們經常在一起聊 我非常驚訝 我一個人問他說你在研究什麼 他說研究Dogma Dogma還有什麼好研究的 Dogma是教條 就背書起來 他說不 開玩笑 Dogma是所有認知的事實當中 對一個最表象的一個認知 像比如說聖經講說 有些東西你不能懷疑 說這個處理會懷疑 我懷疑懷疑你還信什麼教 你不信教你還研究什麼神學 對不對 那你神學都不研究的話 那你跑到人家這個天主教大學來幹嘛 所以這個Dogma基本上是一個基本的綱領 就有點像你講數學對不對 你公理 公理可不可以懷疑 可以 但你憑什麼去懷疑 沒有本事 就這個道理 所以Dogma很重要 斯多哥學派構成希臘化哲學 我剛剛介紹的背景 三大運動 三大運動講斯多哥學派 伊比丘魯學派 還有一個就是懷疑論 那麼Xeno Xeno of Citium是原來創始的 有兩個Xeno 不要搞錯了 一個是巴曼尼德斯的那個 後面的學生的Xeno 這個Xeno of Citium是斯多哥學派的繼承人 Catacenus是後繼承 還有Crecipus 這個最重要 這三人是早期的斯多哥學派的代表人物 這邊講的是Paniacius跟Poseidonus Paniacius跟Poseidonus 他們這兩位剛好是羅馬帝國時期的攝政大臣 本身是斯多哥學派的人 分別把希臘哲學引進了羅馬哲學裡頭 以前我們讀這個西洋文化史說羅馬人沒有哲學 只有政治跟法律 就是侮辱 就是一種汙蔑 為什麼呢 因為羅馬人破壞了西方人所謂的哲學定義 羅馬人征服了希臘 廢掉了斯多哥學派 羅馬人很懂得治理 羅馬人認為說 要想把這國家治好 先把哲學家給滅了 這個講起來很悲哀 又不賺錢 還最早被滅 然後滅了以後他會叫 那怎麼辦呢 把他遷居 把他從希臘遷到羅馬來 來了以後幹嘛呢 這些人保學師書能幹嘛呢 做會計 管錢 所以你看這個HBO拍了一個電影叫羅馬 裡面那個做會計的一定都是希臘人 有道理 因為那個會計他會偷偷存錢 把自己贖成自由人 這個是因為我們哲學家 平常是 對名利是很淡薄的 但是遇到緊要關頭 算起來比誰都厲害 這因為你懂嘛 你都要懂這些東西嘛 所以說這個確實是在這裡頭 我還沒有找到很具體的代表 但是看到拍戲裡面拍照 但是這個過程我知道 因為在西元81年的時候 好像羅馬帝國把原來是 這個亞歷山大設定的幾個哲學學位 全部廢除掉了 所以說到了這個 但是到了羅馬帝國 Roman story season 羅馬帝國時代 從30年到180年 180年就是Marcus al-Rexe死的那一年 這個皇帝太了不起了 大家去查一個字 Bax Romano P-A-X Romano R-O-M-A-N-O Bax Romano 你就會發覺說 一大堆字 Bax Britannica Bax Americano 就是羅馬時期 這個到 從渡大維上台到 奧里略下台180年 死掉那一年為止是結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哲學概念 就是用無力來維持世界和平 另外的話 Marcus從Epictetus 學習了很多了解傳統 Epictetus很特別 因為Epictetus的出身是奴隸 然後在希臘教哲學 奴隸 奴隸變成皇帝學習的對象 沒反應 然後最有名的是Seneca Seneca的話 他不但是暴君尼路的設政大臣 而且是羅馬帝國時期有名的蘇格拉底 為什麼蘇格拉底呢 因為他也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審判當中 被暴君尼路一句話 給他一個命令 說你要自殺 所以說Seneca這個大臣就自殺了 所以對我來講 我認為Seneca、Epictetus、Aurelius 他們三位構成了羅馬帝國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 就是斯多噶哲學 其中的話 讓他這個閱讀的性質更高 閱讀的性質更高 所以我在上這個斯多噶哲學的時候 我講的講的好像在講儒家一樣 我覺得太像了 我覺得太像了 所以我盡量一直壓抑自己的這種過度詮釋的情感 所以就一直是開始了解 那麼這個斯多噶學派的各個階段我不講了 是這樣子 那麼在斯多噶學派第二個階段 就是有關於最主要的貢獻是 將柏拉圖主義逐漸洋氣維吾論的思想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上到 Vanethius是將斯多噶哲學 借到羅馬帝國的主要人物 Posidonius 就像波塞頓的名字一樣 Posidonius 最主要貢獻將柏拉圖主義跟斯多噶學派整合在一起 納入原有的新畢達格拉斯學派 奧菲 奧菲主義是希臘的宗教哲學 Ophison 在斯多噶學派第三階段就是羅馬帝國時期 剛剛稍微提到過這幾位重要的人物 就是說 因為這個600年的哲學歷史是以學派為主 不是那麼好講 但是大家已經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在一個信念比較堅強 而懷疑精神分庭抗禮的時期 就有一派人代表在帝國的支持下 在帝國的支持下 告訴大家不要懷疑了 做那些無謂的懷疑沒有用 在道德上面的問題要有立場 要有原則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慢慢了解到說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說學懷疑論學得過火了 發覺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懷疑的檢驗的話 惶惶不可終日 不知道到底該信什麼 那如果說完全不懷疑 相信一切的話 腦袋上又有問題了 所以最主要是把它整個溯源 所以說從物理學 知識論以及倫理學這三部分 重建斯多噶學派的思想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第二個是理論應用的需求 我講一下這個歷史發展跟理論應用 歷史發展是這樣子 在Xeno of Citium 創造斯多噶哲學的時候 斯多噶哲學怎麼來的呢? 大家可以到 我一直鼓勵大家好好工作 賺錢以後到希臘去度假以後 一定要到雅典 雅典以後 現在雅典所有的古代哲學的 通通都是破爛的大石頭 你根本不知道 像我 我去過兩次 每次都要問人家 問導遊說 當年蘇格拉底在法院中辯論的 站的那塊位置在哪裡 兩年位置都不一樣 我都站在那邊講解了一遍 但都覺得很窩囊 就跟他們在亂蓋的 真的是 因為都是relics 都是一種殘碎的石頭 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 可是只有一樣例外 斯多亞 大陸的斯多亞 斯多亞是原來的那種拱形的圓柱 商場的意思 在離雅典的商場不遠的地方 有那種圓柱 大家知道 我先講 古希臘的雅典 夏天跟今天一樣 我有一次去這個餐廳吃飯 那餐廳沒有屋頂的 我嚇壞了 我跟那個老闆說 Your restaurant is very good 他說Thank you But there's no roof 他說No 我說What happens if it rains 你知道他答案什麼 It never rains during summer and we only open during the summer 我就覺得太厲害了 從來不下雨的 永遠 所以在那個太陽光直射下去 50度 50度 在希臘當中 太陽眼鏡要戴三層 感覺上那個太陽光 還會把那個太陽眼鏡片直射太陽不可能 那個整個為什麼就到了Santolini Santolini就只有藍跟白呢 為什麼很適合呢 因為那個白就是顯現出來特別白 那個藍到處都是藍 希臘的國旗也都是藍 然後你在斯多亞的那種市場當中 這樣子那個 那種拱形的那種長廊 二三十個 裡面大理石鋪在地上 大家都坐在席地而坐 我這裡都有照片 超涼快的 躺在地上睡覺很涼 一下都降溫20度 對不對 從40度變成20度 還要弄塊被子 舒服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在裡頭 下雨的時候 冬天也在聊哲學 夏天更在裡頭 很舒服聊哲學 現在後面的那種各式各樣的那種原有 這個部分是美國人在195、60年代花錢重修的 考古後重修 完全重修 完完整整重修的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乘涼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感受到斯多噶哲學產生的背景 就是有一群人 就不像蘇格拉底就一個人 沒有 一群人 然後有一些人特別會改 有些人不會改 然後大家在一起聊聊聊哲學的問題 所以說在那個整個產生的那個背景當中 這個Xeno of Sitton 他就會問到一些特別的問題 他就問到很自然的問題 三才者 天地人 天是什麼 天是萬事萬物的自然事件 比如說發生的 比如說你現在春夏秋冬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覺 這個現在台灣好像已經春天跟秋天都不見了 上個禮拜的今天我還在吹電風扇 今天一下子 哇塞 找夾克了 早上沒找到 就收起來了 我早上還問太太你把我夾克送給誰了 他說冬天來太快了 都鎖在箱子裡頭 來不及弄 但是這個整個冬天來太快這件事情 是自然事件 我無能為力 你有辦法改變世紀嗎? 現在什麼暖化 什麼溫室效應 你沒辦法改變 對不對 好 人的事情就分兩種 天上的事情反映到地上的事情 自然一樣的道理 什麼呢? 能做的 你才要做判斷 不能做的 你要認命 我告訴你 這是我自己想的想法 但是有關於天人感應 天人之計 最佳的解釋大概起源就在如此 因為對斯多噶哲學來講的話 能做的部分 你不做不是人 不能做的部分 你還要去做 你也不是人 是人就要做人應該做的事情 這就是斯多噶哲學的基本的要義 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一聽 一講到這一段 好 我懂 然後你講到地上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發覺天上跟地上是有一定的規矩 地上也一樣 世紀當中 你要能做的話 能夠改良的話 盡量改良 然後人的部分就顯現出來了 人的部分顯現出來了什麼呢? 把人該做跟不該做的事情 嚴格地區分出來 就是道德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我做了一件 大家都覺得不該做 而我覺得該做的事情 當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請再想一遍 我做了一件 大家都不會去做 但是我一個人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情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看狀況嗎? 你覺得呢? 再想一遍 同學們 因為這個下課20分鐘 我故意用一點時間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馬上就結束 不是佔余大家的這個下課時間 我一直在看表 你覺得呢? 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我做了一件大家都不會去做的事情 然後我做這件事情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大家都不願感 還是大家都不去做? 大家都不去做 沒有 你不可能去問大家 你只能問自己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的? 就做了金氏亥俗跟人家不一樣 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你覺得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他們都說不一定 你也覺得不一定 你覺得呢? 要看這個大家上面的標準 約定俗成的 你做了一件金氏亥俗的事情 然後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所有的道德問題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好 那反過來問 說大家做的我就一定去做 這個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相悅 得之賊也 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覺得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大家做事我都做 大家不做事我絕不做 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你覺得呢? 像今天大家都說中戰日 我說是光復日 My heart 對不對? 我們覺得什麼? 失去了被日本帝國統治的 不是 被日本帝國保護的機會 你這個人講好了 從日本的鐵爪中跑出來 想法觀念不一樣 所有的道德問題就集中在這個問題 我再問大家 沒有答案 等一下我回來解答 放在心裡 就是說 當我做一件 跟大家都不會去做的事情 然後請問這件事情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做任何事情 就是先看看大家做什麼 我才跟著去做 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這兩個問題對不對 我第三個問題是 這兩種道德 哪一種比較像是符合道德行為的行為? 把兩者合在一起思考 好不好? 大家想一下 因為你剛剛說就是別人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是別人不做什麼就做什麼嗎? 大家其實根據別人的判斷來自己做的事情 不是自己想說我該不會做這件事情 好 都不道德 你說 他都說不道德 都不道德 沒有理由 那你這樣很奇怪 就是說 特立圖形因不道德 然後這個 做相願也不道德 那什麼才道德呢? 到底有沒有道德的行為? 你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就好 不要講正言法師 做什麼事情是 是你內心決定這一件事情對不對 而不是看別人怎麼做 才決定這一件事情對不對? 你真的要認知喔? 你真的認為我們內心主義決定這件事情對不對? 那你不是聖人了嗎? 這個不要講 這個都不道德 所以這個很簡單 就是公式 任何事情都不道德 天底下沒有道德的事情 這個叫道德虛無主義者 那這個的話是說內心判斷 你覺得呢? 我也會想說就是用那個內心來判斷 就是想說就是寧可從中 就是寧可不要從中 你要遵從內心自己的想法 不要從中 這個是前面一個 就是我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判斷 然後是不是道德的 你說 就是從中不一定是好事 從中不一定是好事 那第二點 就是從中不一定是好事 那不從中呢? 一定是好事嗎? 也不一定是好事 老師邏輯是很強的 對不對? 內心判斷 不夠 哪裡不夠 說出理由 內心判斷不夠 要說出理由 好 記住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特別找到 我知道你會講這個 其實同學要特別注意 最重要的人生課題莫過於此 而關鍵點 大家一定要記住 所有你面對的 老師他沒有強調這一點 他害了你一輩子 教育上告訴你 只要你從心裡做判斷都不對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說得出理由 有的時候你一下子說不出理由 你就想這麼做你就不敢做了 有的時候你說出來理由 大家一看表面表情非常痛苦 你也不敢做 像我上課的時候聽到同學答案 就故意製造這種感覺 請同學注意 你一定要說得出理由 你最好寫得出來 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我不會再提了 因為這種 我個人最近就發覺這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 比如說屈言覆逝 做鄉院 大多數人都一樣 大家都說日本好 我跟得好 我去後發覺 我去日本講學過好幾次 哇塞 日本非 你要領日本人的薪水 不當他的觀光客你就完了 非常痛苦 壓力很大 他要求很直接 都是直說的 覺得很沒面子 覺得台大是廢物這種感覺 但是你要說出來 你要為你自己爭取 做事情跟人家不一樣的理由 跟人家一樣的理由 都要能夠自己說出來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在理論發展當中 我們要做好一個準備 比如說你的道德行為當中 你一定要兼顧整體而不是個人 這個個人中包含了 個人的集結體也不足以正成道德的 正確 不得罪人 有的時候是禮貌 有的時候是相怨 之間是一念之差 但是你要說出來 所以我們學這個斯多噶哲學 強調道德的問題就在這裡 好 我現在開始一部分一部分的介紹 讓大家了解到這裡面重點 在行上學上我曾經說過 他們是唯物的思想 其實是一種決定論者 決定論者的意思是任命 我們講天的關係就是要天 要讓我們任命 有些事情不是我們能夠管控的 比如說 月有陰晴圓缺 然後這個年有春夏秋冬 這個是我們管不了的 不要費工夫去管 但是人有旦夕禍福 這就比較敏感了 這就比較敏感 到底是不是 真的我們要怎麼樣 旦夕禍福 我們這個趨力必害的性格 怎麼樣讓我們維持 所以這個在決定論者當中的認知 是有關於行上學的 天啊 倫理學上我說過是個教條主義者 然後在知識論上是唯物論者 這個稍微有一點複雜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唯物講的意思是 所有的知識的認知 都是因果關係的發展 我們因為外在的環境而知道什麼 我們因為這個外在的理由而產生的結果 結果就是我們的認知等等等等發生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接下來介紹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做這個重點做一個整理 這個重點做整理 所以說請同學們稍微理解一下 並不是我在這邊特別要強調這個斯惡格哲學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要告訴大家說 當我們對真理充滿了期待的時候 就會發生出這個轉變 這個轉變就是說 尤其是有關於道德的問題 就會相信教條論述 那同學們可以嘗試著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個人在學習這個過程當中 我講一句良心話 為什麼我在這堂課中對於這個 國內現有的這種教育制度 充滿了懷疑的感覺 因為我發覺這個教育制度 跟這個民主自由制度 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那沒有這個樓下怎麼會有這個樓上 我這滿懷疑的 你知道嗎 所以說將來同學們有錢的時候不但要去希臘館 還要到美國去留學 你會發覺說美國人上課的態度 跟台灣人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學費貴得嚇死人 Either smart or rich 班上做的都是這樣子 美國沒有便宜的大學的 所以對同學來講 It hurts 你知道嗎 你嫌我們窮嗎 沒錯 你就是窮人 你這個窮教育教出來的學生就是整個思想very poor 我一直有這個深刻的質疑 就是說我們原有的這種傳統的這種 順勢而為的這種教育制度 比如說我們很多的這個教科書的使用什麼的 我自己弄到我現在都自己在編教材 我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原文書大家已經讀的興趣不大 然後裝模作樣 以前我讀大學時代就在搞原文書 你知道嗎 從來沒有查字典查超過三分之一的 90%以上的書都浪費了 勉強要製造這種感覺的結果就是沒有辦法學習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說 你要了解它的整個脈絡的話 你就會發覺 西方教育當中原來也有 跟我們教育制度非常類似的這種有教條主義 有決定論的立場 我們講到天就是一種命嘛 那不就是一種決定論嗎 對不對 我們講的這種這種知識上的認知的話 就是你聽到什麼 你做什麼樣的反應 這就是一種形上學 知識論 倫理學的認知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的接納比較容易 透過我們自己原有的想法來思考 就是介紹教條主義 然後再進一步 在希臘化時期 在希臘化時期有我們的懷疑論者 針對於斯多噶學派進行批判 那麼在那個充滿變化的時代 我剛剛說過 那個變化主要是從城邦變到帝國 那個變化非常大 你知道嗎 變化非常大 你要想想看 你要想想看那個變化有多大 從總統變成省長 那種變化有多大 這個差距太大了 那哲學思想的主要追求都是追求心靈上的寧靜 因為社會上有這樣子的一個大轉變 這個兩個學派都以倫理學為主要的理論訴求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斯多噶學派跟一比九州學派 以感官經驗為認知的基礎的唯物論者 這個唯物論者是講究一樣東西作為感官經驗 以經驗認知為主 就不談那種形上思維 只是斯多噶的學派後來發展中 尤其在羅馬帝國 皇帝 這個奧里略的時期逐漸轉向了唯新的時期 透過自我的反省 所以大家在 大家在讀奧里略的Meditation的時候 很像是王陽明的傳習錄 都在告訴自己應該做什麼 心學很像 很像 有點像 有點像 所以說這個三個時期的分類 我剛剛講過的就不多講了 就是大家其實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希望有同學能夠有一點感覺 因為我講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一點遙遠 有一點感覺 我希望有同學直接覺得說 老師 這個東西沒用 不要再講 你只要講出一個理由能夠說服我 我忙下課 我其實也滿期待的 所以說這個是唯一希臘時期所出現的學派裡頭 有許多人不是希臘者 希臘人 這個是不是希臘人 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我不想多說別的 但是我覺得希臘人有個特點 因為那個citizen的概念 我自己原來讀了很多這個書 因為在我自己原來讀書的地方就是一個free city 我住的那個地方 它有國慶 有區域的慶祝 我住的地方很像Gadalani一樣 整天要公投鬧獨立的 不要跟比利時人在一起當同一國人 這個是整天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 當然這個在歐盟的體制下 民主制度下還鬧什麼獨立 根本沒意義 就毫無意義 然後我住的那個城叫魯文 魯文有他自己的陳慶 他有他自己的identity 有旗子 有日旗 還正經八百在裡面 他原來是一個自主的自由城 自由城就是一個小的republica 就是有四、五萬的公民 然後底下 當然原來在希臘時代是有奴隸 現在就沒有奴隸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有感覺到說 希臘的這個精神感染是很強烈的 是很強烈的 但是非希臘人的話 可能這個分法上並不太公平 但是整個我讀的哲學史歷史當中就是 越往東走越despotic despotic就是越專制 有一個電影叫那個斯巴達300 R5、R5、R5的那個電影 被那個伊朗人抗議 你知道 就是說那個希臘人跟伊朗人打仗的時候 伊朗人長得他媽的不是人 很多半壽人 長得螃蟹人什麼 奇奇怪怪的 所以認為這些人根本沒有民族人就不是人了 這個電影是這樣演的 伊朗抗議講說 你經濟制裁就算了 你把我們演得跟鬼一樣在幹嘛 全世界最了不起的這個合唱團 Queen 所有聽這名音樂的都是經典中的經典 對 裡面的祖上Freddie Mercury 他就是伊朗人 大家都完全無法理解 就是說伊朗的文化很了不起 但是再往東方文化來 而且最倒楣就是波斯帝國 永遠是他們民主跟專制的一個對抗 你打開那個波西戰爭裡面講的歷史就在這個 所以這個 但是亞歷山大大帝我一開始有講過 他就覺得說波斯帝國很好 聽話 相信這個領袖就有才華 要不然他憑什麼當領袖 人家打腎臟 你不聽不聽 把你殺了 這不就是英雄嗎 所以英雄對待每個人都很好 Kissing baby 那這叫英雄嗎 對不對 後來發覺哪個比較有道理 我讓大家自己做判斷 可是這個在整個這個環境當中 就在哲學史當中留下了這一段特別的歷史 就是非希臘人 晚期還有很多羅馬人 羅馬人跟希臘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知不知道羅馬人跟希臘人哪裡不一樣 我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希臘神話跟羅馬神話 本來羅馬人是沒有文化的 我都很懷疑他有沒有知 羅馬人是進了希臘城後才發覺奇怪 大家都說文明會讓我們強壯 結果搞得我們滅到這個國家 文明比我們強壯一百倍 一千倍 他覺得很驚訝 他趕快學 學了什麼東西都學 建築 其中最重要的發明文字 所以拉丁文跟希臘文整個結構是一致的 這還不說 神話都學 但神話羅馬人露了一個信 希臘人是一個從文的民族 強調Muse 羅馬人發覺那個Muse都廢物 但是有一個戰神Iris 在整個排列當中 大家都看那個Pantheon的神廟當中 那個Iris排很後面 羅馬人開玩笑 這個叫Muse Muse是整個立法中的第一個 我自己就是三月出生的 就是第一個星座就是Muse 戰神 這個地位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就注意到這個細節了 這個是公認 羅馬人發覺難怪會滅亡 所以說對西洋人來講 你哲學家牛逼是嗎 全部當奴隸去 就這樣子 你哲學厲害是嗎 把雅典八鏟平 你不是很會抗議嗎 把你嘴打爛 羅馬帝國非常殘忍 羅馬帝國非常殘忍 最偉大的這個辯論家希塞羅 這個凱撒的這個 乾兒子安東尼問他說 你有沒有參加撤法 他說沒有 他說如果你說謊話 我把你手剁下來 釘在羅馬議會的門上 後來不安在那裡逮到後 先把他手砍下來 釘在場 這個大家聽這種故事 覺得在我們這個一樣很從文 不上武的社會裡頭聽起來 羅馬帝國滿混蛋的 殘忍極了 就有這種想法 但是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說羅馬人 這個區別 但是大家 我剛剛下課跟大家講 Bax Romano Bax Amerigano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美國人千方百計在學羅馬帝國 千方百計在學 為什麼 這個裡面大家自己去了解 這裡面的文化上的一種陰影在裡頭 好 早期Sinovisto 四個學派 主要的學術思想來自於犬儒學派 Synicism 德性說 跟Heraclitus的微火論 這個 犬儒學派 是一個很特別的學派 因為這個蘇格拉底的這個地位跟價值 有兩種解釋 所以說人教書出現偉大的學生是很重要的 但是重要的時候就是學生會把你的思想改寫 所以我曾跟大家講過柏拉圖最偉大 它是系統化了蘇格拉底的思想 所以大家以後搞不清楚柏拉圖寫的蘇格拉底是真蘇格拉底 還是柏拉圖附身的蘇格拉底 搞不清楚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確定 就是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上的話 是第一個沒有階級的 跟誰都聊天 第三個穿著破爛 從來不刮鬍子 而且的話頭髮還長得很醜無比 鼻子像九昭 眼睛永遠輕鬆不醒 然後這個身上穿著永遠是破爛的大斗篷 聽說裡面還有跳蚤 就覺得很噁心 然後永遠打赤腳 而且喜歡在一個鞋匠家裡面跟人家討論哲學問題 從來不買鞋子 小氣的鑰匙 所以等等的跡象顯示 而且娶了一個很兇的太太 蘇格拉底娶了一個很兇的太太 叫桑贊普 這個很兇的太太 這個太太每次在家都咆哮 你都不出去做事賺錢 然後她一出去 太太氣不過 把水瓶的水倒在她頭上 然後蘇格拉底很幽默 她回來講說 哪裡有沒有一陣大雷以後不來一陣大雨的呢 就常常都講了很多很幽默的事情 所以大家發覺有一些人他不重視世俗的價值 所以我剛剛問大家問題的話 就是他特立獨行的結果 他有沒有做符合道德的事情 最後他被判死刑 有很多人在蘇格拉底死掉以後 發覺 敢與眾人不同 又能夠說出自己做事情的理由 而且還說出別人相同的錯誤 這種人他的德行太偉大了 所以有一種專門強調 這種德行偉大的想法是真正的哲學家 就是說這個 所以在這種想法下這個叫犬儒學派 就是以後講我們穿衣服穿得破爛什麼的不重要 我跟大家強調 其實我花一段時間在了解這個犬儒學派 後來我慢慢得出這個道理 這個社會當中如果強調道德的時候 很多人會發覺外表的裝飾其實不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非常物質化 物質化 比如說 有人一下子下課的時候 一輛藍白斤尼接著他下課 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覺得 但如果他打赤腳開的藍白斤尼 他更酷 那更了不起 大家已經物質化了 已經物質化了 但是原來會強調說 真的讓人存在著心安理得的是他的德行 而不是他的物質 這種話聽起來像鬼話 但是實際上曾經是 現在應該也是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斯多噶哲學適合統治者的想法 因為這種哲學在倫理思想上很頗為教教 包含一些宗教式的狂熱思想 所以說幾乎亞歷山大之後的統治者 都會宣稱自己是一個斯多噶的哲學家 那奧里略是公認的 因為有作品 然後蘇格拉底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上過 我就不多講了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它這裡面所產生的一個影響 就是對於這個外在的世俗的價值的末世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一個道德哲學裡面的價值 是要成為教條 是要說出道理來的 不是說憑感覺的 不是憑感覺的 反對柏拉圖理經世界跟靈魂不滅 這個是斯多噶哲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比較務實 強調經驗內容 那麼他們的宇宙論當中是強調整個世界會有一種大火 conflagration 會這個結束 所以說整個 所以你的命運為什麼會是固定的呢? 因為你命運早就在 在一次有一次的循環中被決定 這個是有一點宗教思維 大家也知道這有點像是那種東方思想 整個宇宙的核心是火 然後依序發展氣、水、土 神的理念跟希臘神話中的宙思結合在一起 成為創造宇宙的主宰 那麼個人的生命當中又有一部分 與神聖之火結合在一起成為理性、德性跟自由的部分 那這個第十二點這個部分 是要讓大家了解到就是 這個最普遍的想法 人就是包含了有一個mind的那個部分、心靈 身體是有限的 你的身體、我的身體都一樣有限 時間到了 我也年輕過 我現在老了等等等等 可是我的mind是無限的 我的記憶力 讓我有的時候可以 好像真的感覺到我可以返老還童 記憶力 我的記憶力的部分 但是我實際上我想的跟我實際上身體能做的 當然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說 如果我身體想的那個無限的那個部分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我有這種自由的想法 為什麼我有這種心靈上的想法 為什麼我有這種理性的想法 的這個部分 是大家都很自然而然會有的 大家很自然會有 所以說的話 這是人的善良部分也是受到自然法則所掌控的部分 所以在這裡我就特別強調 自然法則所掌控的部分 就是說 人分的心靈跟這個身體這兩個部分 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是所有科學界 尤其是醫學界 想盡辦法要否定人有意識 人有自由意志 人有理性 這個是大家都 這個很奇怪 今年的Norbellet經濟學獎得著 就是說 說人在從事商業行為的時候 不是經濟學家所假設的理性 無標在座有沒有經濟系的同學特別注意到這一條 你看這一條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 如果整個經濟學的理性假設都是錯誤的 那管理學還管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早就懷疑 對不起 班上如果有管院學生 我早就懷疑這一行在幹嘛 我早就懷疑了 不是我自己 很多在這一行裡面的人就跟我講 說這個 我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說這個哈佛商學院跟佛光大學的商學院是同樣的 都有個佛字 因為他們一切都是 都是佛祖保佑 其他都沒了 至於說什麼誰比較會算 誰比較不準 因為看績小 但是問題是什麼 關鍵不是在於說要猜的 而是說人的很多行為不是經濟學家所假設的理性 所以大家很喜歡 在學術界很喜歡證明人其實不理性 但是斯波可哲學剛好相反 為什麼 我們有身體跟心靈的這兩個區分 你能夠否認嗎 你能夠否認嗎 沒錯 醫學的時候把大腦打開是看不到意識在哪 但是你能夠否認人有心靈嗎 你能夠否定人有道德意識嗎 對不對 你能夠否定人產生道德意識在變成我們社會中 還不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一部分 孟子都說過人之益於禽獸者幾息 那講的就是道德意識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跟學術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別 那我告訴同學說 在你能夠證明人沒有意識以前 你當然要接受人就是一個心靈跟身體所構成的動物 你能夠否認這一點嗎 我認為不可能 就是要以自然結構的方式接受它 但是人因為是自由的 所以有可能因為意志而反對自然 所以因此對自然的依從與否 形成思路的哲學有關於德性跟惡行的定義標準 就是順從自然的 就是德性 名字不可為而為的就是惡行 就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就是道德上認知 順從自然 而人的意志依照自然產 不受外在需求的引誘 也是善的表現 完全順應 我跟大家順便強調一下 我們哲學家 公認的第一個哲學家 講到一切就是水的那個哲學家 古希臘哲學家 最早的叫泰利斯 他跟現今的還活的一個哲學家 不曉得大家認不認識他的哲學家 就是George Soros 是為二的哲學家 是強調哲學家 不明則以一明必發會賺錢 所以我寫了一本書 各讚揚這兩個不同的人 這個不講 但是我發覺整個哲學史當中 其實有三派人認為賺錢是哲學家應該做的事情 剛剛講兩派 還有一派就是斯多噶哲學 斯多噶哲學認為 一切要順應自然 那我們對於名利 有preference 有偏好 比如說 有名了 比較想要光中藥主 想要光中藥主的事情 跟出名了之間 可以是哪個先有雞 哪個先有蛋 所以你有名了 所以光中藥主 然後因為光中藥主 所以好好努力 變得有名了 還是互為因果 這種想法 是可以理解的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至少 所以說 我聽說 我聽說 這個講法有點老氣 光中藥主 誰知道你姓什麼 但是對你們來講 可能姓林的 姓陳的沒感覺 我姓怨很不一樣 我這個姓很少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覺得 對不對 因為一場 我不能做壞事 你知道怨插症 那一定是我 對不對 怨舉插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世界上就三四個 還有兩個跑到國外去了 所以這個 你不管怎麼擦 就很容易弄到我身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來講 就是說我這個preference 希望我不要丟臉 希望我祖宗不要蒙羞 這個想法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一旦是自然的話 包含名利利賺錢 也是很自然的 人傾向 比如說 我剛剛講到蘇格拉底說德性最重要 但是人對於外表上的 起碼的穿著是很自然的一部分 這很重要 你知道嗎 就我們班上來一個 子重是內在的德性 而外面全部是跳蚤 蒼蠅的進來 嚇壞了 趕快把他帶走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就有點違背了自然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斯多噶哲學其實是很務實 強調經驗當中 那麼這個惡行的解釋就是 非依從異智而依循 依照依循 你可以做到這樣子 因為是屬於自然 但是你不按照異智來做判斷 因為斯多噶認同決定論的結果 認為這個人沒有辦法改變自然 所以說引發個人激動的熱情都是譴責對象 只有聖人 所以他有一個很重要 他有一個sage 我把它直接翻譯成聖人 就是說他有一種就是做任何事情 從心所欲 不欲舉 這種人叫聖人 他有這種觀念 所以說斯多噶來講的話 他宣揚一種普遍的愛 這個是一種 那我們現在的話 跟同學們介紹的已經比較清楚 就是說有一個學派 這個學派蔓延的歷史很久 他完全是把人的應該做什麼的事情 請注意 應該做什麼事情 不是做事情 而是應該這個觀念 做了一個很完整系統的解釋 這個系統其實滿複雜 但是我在這邊 並不耽誤大家時間來解釋系統 我只是抽取其中的古代的物理學 古代的倫理學 以及古代的知識論來做一個解釋 然後其實就是要揮映 為什麼他會得出 教條主義的這個結果 我上次在講柏拉圖的時候 我問到同學的規範性的問題 那我留下一個但書 說你沒有辦法拒絕 這個社會總是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一點規範的 對不對 我是這樣講 不能夠說是進入無政府狀態 你總是需要 那斯多噶哲學它是更進一步 因為我從來不諱言 他有他的這個受到這個統治者的偏好 這個我不諱言 這是羅馬帝國 就是統治最激烈的 甚至羅馬人跟希臘人比較 你在現代文明當中 你當然很喜歡希臘人的自由 對不對 那你如果做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做羅馬帝國的公民 大家知道做羅馬帝國的公民非常了不起 你很難想像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看那個神鬼戰士的時候 一開始這個羅馬人跟那個野蠻人打仗的時候 羅馬人就是軍裝、陣容、各方面非常整齊、有戰法 然後那個野蠻人就是柏林來的人長得跟熊一樣 每個人拿著拖把跟哨把在那邊 嗚嗚嗚嗚 不成比例 那個就是一開始真的是這樣演的 你現在就可以下課就可以看 然後羅馬將軍一出來 For the glory of Rome 羅馬有什麼榮耀的 我本來沒有辦法了解 後來我發覺 哇 你曉得嗎 我有一次看到甘地傳這個電影 發覺甘地原來年輕的時候 在英國獎學金畢業以後 先在哪裡工作 做律師 在約翰尼斯堡 那時候我才發覺原來當帝國的公民 有這種可能性 你知道嗎 爽歪了 比如說如果我們現在是British Empire 如果說我們叫Tai Gong 不是Hong Kong 我們也是 然後conceived to British Empire的話 我們如果說 我們是Overseas subjects的話 如果你很優秀的話 啪一下當律師的時候 馬上派到馬來西亞去了 派到緬甸去了 到了印度去了 然後到了南非去了 到了澳洲去了 到了加拿大去了 回到英國本土了 這是同一個帝國 對羅馬人來講 對羅馬人來講 任何人只要被羅馬帝國統治 就是羅馬的citizen 羅馬帝國地圖一打開 就包圍了整個地中海 你知道全世界哪裡最舒服 當然是包圍地中海的地最舒服 北非比南歐更舒服 知不知道為什麼 乾燥地底下不缺水 超級舒服的 我去過西西里亞 去過希臘 也去過馬賽 真的是很舒服 乾燥海不臭的 任何東西一下就乾掉了 我們這邊海臭得要命 為什麼都這麼絲答答的 臭得要死 對不對 它那個很乾燥 所以說這個佔了整個好的地區 所以這個羅馬帝國 它有它的這個長處 法律 治安法 公民法 你被我佔領就變成我的公民 你不被我佔領的話 就是城珍之日 所以大家到羅馬帝國所有的遺跡去 英國有個地方叫Bath 叫洗澡 羅馬人在裡面修澡堂 每個人還有這個抽水 不是抽水 流水馬桶 不能叫抽水馬桶 羅馬人的工程師很厲害 羅馬兩支部隊 打仗的跟修公式的 非常厲害 為什麼有這樣的效率呢? 就是為了要達到 要爭取你的心 所以這個觀念上 大家有機會去仔細閱讀一下裡面的內容 就會發覺 或到歐洲去看一下羅馬帝國剩下的 像法國跟英國 他們原來都是羅馬帝國的邊塞地區 一個叫高禄 一個叫Britania 他們非常得意被羅馬帝國統治 就像現在香港人非常得意被英國人統治一樣 所以我們在座如果有香港人的話 還會講說你沒有被英國統治 你不知道我們那種感覺有多爽 大家聽一下 因為今天剛好是光復日 對不對? 很多人講說看到日本 哇塞 我們如果被日本繼續統治下去不是更好嗎? 就產生這種錯覺 你知道嗎? 你在笑我 我沒有笑我 我完全是很公平客觀地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的確是哲學問題 你要說服一個人的話的心對不對? 你看看西班牙已經在歐洲了 為什麼Gadalonia一定要非到獨立不可 我碰到Gadalonia 我就問他講說你為什麼不要當西班牙人? 各方面巴塞隆納什麼 我說去了兩三次 對不對? 你在鬧什麼東西呢? 他就是一種心情上的不爽 就覺得跟你當西班牙人是一種恥辱 確實是蠻恥辱的 看不出來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可是人家羅馬人就不一樣了 英國人都不一樣了 人家美國人不一樣了 大家都搶著要當美國第51州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當然扯遠了 不過政治哲學裡面確實是有這個範圍 好 我們現在介紹它的形上學 我這邊介紹主要是說 它這個哲學是一個系統性 就是每一種事物都有一種氣息 Pneuma 構成的 在無生物中、在植物中、在動物中有這個靈魂 就是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靈魂的部分 就是要強調人的這個 所有斯多噶哲學的系統性 都是為了它的道德哲學在鋪陳 都在鋪陳 就是靈魂的性質利用正義 也是氣息的部分 什麼叫氣息? 就是說我舉個例子 沒有人願意活在不公不義的環境裡 對不對? 那這句話說明什麼? 就是說有沒有正義 就像有沒有空氣一樣 對不對? 所以沒有正義的環境你沒辦法生活 有正義的環境的話你就可以生活 所以這個有沒有正義就像氣息一樣 那你能不能夠得到空氣一樣 是這樣子的解釋 所以說連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的理念都是像氣息一樣 就有明顯的因果效應 那其他的話 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存在的 包含正義的概念這種存在狀態 只有其他有幾種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是不存在的 其中各式各樣的位置 時間 空間 這種東西是使得存在成為可能的這個部分 那麼他們缺少被指認出來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麼斯多噶的倫理學建立在只有德性才是善 罪惡才是惡的原則上 德性的話就是順應自然 我要強調的重點 是說 只有自然 才是倫理學的判斷的基礎 原來在 西方發展到 16、17世紀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文藝復興 這個Renaissance 文藝復興叫什麼 其實文藝復興不能夠叫做翻譯成文藝復興 因為它沒有東西復興 它是再生 這個誰都知道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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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按照聖經 所以上帝做了兩件事 With His work and with His words His words turn out to be the holy scripture And His words turn out to be the nature itself 就是說 他做的事情 創造的世界 他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聖經 所以在這個教會的解釋下 道德行為非常好理解 就像可蘭經一樣 你按照經典來做就對了 裡面規定生活大小細節 所以我以前住的地方的話 那個禮拜五一定賣魚的 你知道嗎 就非常有趣 這個按照聖經 所以我昨天在講說 西方人的節慶完全是跟著宗教走 像我現在的話到了八月份 阿桑雄 到了四月份 復活節 什麼十二月份 聖誕節 他們節慶非常多 就完全是按照聖經裡面來的 都是按照那裡頭來 所以他這個同質性很高 到了十七世紀 到了文藝復興時候 突然被否定了 十五、六世紀 大家開始越來越覺得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一本書裡面來解釋的時候 誰來代表這個解釋的權利 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權利 這搞得大家簡直沒辦法活了 你知道 所以大家發覺說 這個解釋權不可能在少數人手裡 因為道德的認知 像包括我們同學們都知道 這道德基本上就是直覺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有答案 就是廢話 跟人家在一起的行為 怎麼樣叫道德 就是我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然後我說出來的理由 經過大家的認可 我就對了 改變時代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發覺說 這應該是自然的 那個時候 產生了很大的一個衝突 一百年衝突後 最重要的西方兩位倫理學專家 我認為最重要的兩位 一個強心 一個講理 心學跟理學代表 講心跟講理的人 你認為哪一個比較重要 講理的比較重要 朱錫派 講心的跟講理的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說 你剛剛講的答案是心還是理 對 我不講別的 我再告訴大家 講心的人最重要的人物 如說 如說 講心的 主觀的 就是說 你看他的文字 非常具有震撼力 就是說 道德行為的話 我的心就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唯一的話就是順應自然 我的心本身自然的部分 我順應我的心理的想法做 就對了 其他的外在的裝飾什麼都沒必要 這是如說 另外講理的 最有名的 那沒話講 就是康德 康德透過理性來證明 大家不要低估了這個轉變 因為教會的力量很大 所以這個轉變 一直沒有人敢用正式的態度 來承認他們的轉變 我在我留學的時候 我的教授還跟我講 我讀的學校是天主教哲學的大本營 那非常重要的 他跟我講說 雖然康德是無神論者 但是我認為他的無神論是值得我們進一步解析的 我嚇了一跳 我一直以為康德本身開口閉口都是講上帝的 他是無神論者 就是仔細看 那至於如說的話 我們上課當中 只有一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教授 才用一種金氏駭俗的態度來 詮釋他的思想 不認為他有哲學思想 為什麼 因為這些倫理學的自然本心鋪下了道路 所以請同學注意 就是說斯多古的倫理學是現在只有德性才是實然 這個德性就是順應自然 所以說這個被壓抑了很久以後 因為當然它是異教徒嘛 懂嗎 我們現在上的是異教徒的哲學 羅馬帝國是壓抑基督教的哲學 等到後來這些重要的人物死了以後 基督教突然一下一飛沖天 從此就沒有第二種思想 那既不是理也不是心 那是聖經 所以說其他事物被冠上的一些中心就是indifference 就是他們叫中心 就是indifference就是說 其實我翻譯成無關緊要是比較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這自然之外的事物的話 你也不能改變它 你關心它幹嘛了 無關緊要 它不重要 比如說殷勤圓缺 春夏秋冬 講難聽話關你屁事 對不對 你想要改變也不可能 所以這種情況下 然後自然而然 有一些財富跟榮譽自然而然被人偏愛 但他們對立面就遭受到厭惡 就apprehensible 是這種情況 所以說擁有這些中心事物跟幸福無關 但是從出生以來 他們就為我們的選擇合適的事項 就是作為一種合適的工作 斯沃噶哲學就是強調 你要做事 合於自然就要合適 跟亞里斯多德講法很像 我們是朝著按照自然而活的腳步 一步一步往前 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在世界的藍圖中 你的角色 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 都在學習 扮演怎麼樣做出這個順應自然的判斷 我跟大家強調 我們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上一堂課下課前問的那兩個問題 如果我做出一件別人都不會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否合於道德 你要說出來 讓人家檢驗 如果我按照大家的想法去做 順應大家的想法去做 做出來的每一件事情 我要告訴人家為什麼我不是相怨 這兩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問題 比你學術上的成就重要太多了 重要太多了 因為確確實實 我們每天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在哲學史當中 基本上是所有問題一切的來源 我們叫the mother of all questions 所有問題來源就是在這個 就是說我一個獨自的心靈 我自己可以感覺到自然應該怎麼運作 但是我知不知道這個運作是對的還是錯的 就要按照這個自然 所以我每天思考的方向就是問 什麼樣的情況做出來最自然、最合於道理、最適當 這就是道德上的問題 這就是而且我們人活著 除了學術以外 也就只有這一個問題 也就只有這一個問題 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發現的所有的問題 發現所有的問題 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這篇觀念叫Oechaosis 我為什麼會覺得這個概念特別重要呢? 我覺得這個斯多噶哲學在這個概念的感覺上 這個有一個我們一般人正常的一個情感 這個情感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父母很喜歡把它解釋成一種神秘的力量 父母對子女的愛 為什麼很神秘呢? 因為我們感覺到好像在動物身上也看得到 所以我常常 因為我受到這個Oechaosis的概念 我就發覺出來說 好像我們對於這個 我常常認為說是母親生了小孩 母親愛子女好像不能夠叫道德的 母親愛小孩不能叫道德 好像自然本性的 不需要思考的 父親愛小孩真的是道德的 因為我在動物上看到絕大多數父親都拍拍屁股都走了 這個什麼叫道德? 道德就是要經過思考的、判斷的 我剛剛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你要聽懂我這三個鐘頭裡面講的內容 你就會發覺它很有價值 就是說沒有經過判斷、不假思索而得到答案的 這個不叫道德的 這個男女之間的差別 這個是我一個延伸的 但是我們對於父母的情感最濃厚 然後會進一步的話 會父母之女的情感最會延伸到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話會延伸到親戚、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 然後的話會進一步延伸到同一個區域的人 像你們這個可能感覺到碰到台北人沒什麼親切感 我父母他們碰到同一個縣來的人 因為他們都離開家鄉 就叫小同鄉 感覺上特別親切 同一個村莊就直接就變成親戚 就自動升級了 來往的情況自動升級 我小時候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那時候感覺上就是覺得說 人的這個彼此 這個oichosis就是empathy 一直延續下去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任何人遭遇苦難的時候都會不忍 現在最近最大的消息就是緬甸的西北方的羅興亞族 Ethnic cleansing 大部分的遷移逃回孟加勒 孟加勒不要丟回來 七、八十萬人 羅興亞族 那很多人的話就是 連安山蘇姬的這個諾貝爾和平獎都快要被撤銷了 這夠大了吧 那大家基於這個理由是說 這叫humanitarian crisis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還不忍心講 大家聽到這種事情的時候覺得不稀奇 但我小的時候我看到的照片 家裡的情況 就在中國一樣發生了內戰之後的humanitarian crisis 這個我聽到他們記憶當中 講得還真的是非常真 非常真實 所以羅興亞族被趕走的事情 就是整個 我必須承認英國人殖民出現的後果 但是在報道的過程中 有沒有加油天主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一看到那個報道 很多人會覺得 It's time taking action 太多事情了 像庫德族在這個海山時期 這個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種人的訓練 就跟OEchaosis就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講到那個事情跟你有親戚關係 你就會 像我一講這個你會臉紅你知道嗎? 會不好意思 說老師其實我是剛剛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我了解這個 但是我要強調重點 我不是讓你難堪 我是告訴你說 我在注意你的時候 我在強調說你有沒有OEchaosis 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是人就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這種感覺 對斯多古哲學來講 他們發表說為什麼我們吃牛沒有這種感覺 但吃人肉的話你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這個觀念非常重要呢? 那麼就是說就是它這個倫理學當中 就從這個為基礎 這個件事情 為什麼我覺得它特別重要? 人跟人之間有這種感覺的事情 是我們在經驗中可以認可的 我剛剛舉了非常多的例子 所以然後羅馬帝國接受了以後發覺 我們在整個帝國中對所有人先定義它是不是人 所以這個公民權的資格就這樣子出來的 現在我們今天只要是個人就一定有人權的觀念 是完全錯誤的 剛好相反 我告訴你不要相信那個鬼話 先定義你是不是人 才決定你有沒有人應有的權利 那個人就是公民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講大家講說 在羅馬帝國或在大英帝國裡面 當了公民本身的那種感覺感受那種能耐 是你跟你的權利來 所以為什麼羅馬帝國偉大? 就是用了OEKOSIS概念發展它的自然法 所以在羅馬帝國境內的話 每一個人包含女人跟小孩都有權利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概念的產生就是先定義你是不是人 如果你是奴隸 對不起 你就沒有這個資格 所以做公民的話就非常aristocratic 你這邊在座如果有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就會了解 香港、新加坡人他們對英國人這麼佩服的原因 是佩服英國的貴族精神 Oxbridge他們覺得為人表率那種公民是具有那種示範作用 然後這種同理心的 我們把它翻譯成同理心empathy 大家對每一個人的話 這種延伸出去就構成了最重要的自然法的概念 自然法的概念其實講起來不合邏輯 對不對? 我又不認得你 為什麼要對你有一樣好 但是他們會發覺天上的秩序不分哪個星球 地上的人不分哪一個人 只要你先定義他是人 他就有這個資格 你定義他不是人 牛肉就可以吃 所以同學們知道 現在很多人覺得很難理解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不可思議美國怎麼會有奴隸制度 還為了要不要解放黑奴還打了一仗 這個道理就了解 美國根本上就是在一個模仿羅馬帝國的一個環境 根本就在模仿這個環境 所以講得正正有聲的道理 他是有全套思想 否則的話你怎麼能夠理解 如果美國有奴隸制度 你敢移民美國嗎? 你去了不剛好當奴隸嗎? 你敢嗎? 所以那個ABC回來為什麼包含林書豪在內地都要強調說他在美國被歧視? 我們都羨慕他 他居然是被歧視的 你敢去嗎? 我家裡有親戚到美國很早 他們到美國的時候 以後太人是被歧視的 現在以後太人是歧視所有的人 差別多大 所以說大家要了解 所以說正義和其他的德性 事實上只能夠在聖人中找到 就是說真正的完美的性格 要有聖人概念 所以說他這個想法跟理性各方面是一致的 所以說他們把蘇格拉底當成這樣的聖人 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說有聖人這個概念 並不是說他聖人真的存在 而是說道德的楷模 所以哪裡都一樣 講聖人不是講聖人是誰 聖人抓在你面前出來就跟美女一樣 就不會是太漂亮的 但是在想像中的就是完美的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道德的楷模 所以說聖人的行為不管與這個適當的工作 在外表上多麼相似 完全不同性質是他完全正確 就是有道德上的楷模這樣的概念 這是倫理學的一個觀念 所以說聖人因為他為什麼能夠做出完全正確的事情 因為他免於激情 所以這裡面講的每一個部分 為什麼人這個有可能不按照自然呢? 慾望嘛 有可能因為慾望的影響 所以導致於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按照自然的規律來處理事情 來看事情 來想事情 聖人的判斷是永遠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具有這個Abbathia Abbathia的概念就是這個佩利亞 它就是沒有任何情感 做什麼事情完全按照規律來的 順便提一下 為什麼?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如果你讀哲學史就知道 數學學派 畢達哥拉斯學派 數學跟神學是相對應的 數學跟神學 數學是神聖的 神學也是神聖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呢? 因為我剛剛特別強調 工程師按照數學的結果來做事 那就是沒有情感 數學是沒有情感的 數學是不會累的 人會累的 工程師就是要求 工程師做事情是看人還是看數學? 當然是看數學了 對不對? 工程師如果看人性還叫工程師嗎? 那就叫哲學家了 這個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一個國家建設時期 一定要靠工程師 這個沒有話講 我自己哲學家 我寧願去當水泥工人 我都不要當哲學家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是有好端端的話 你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工程師本身的話 要千萬注意一點 他沒有人性 他在做事情的決定過程當中 要壓低人性的結果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就讀工程的人 所以說一般來講的話 能夠寫武俠小說的工程師 就被人家讚揚得不得了 像劉兆璇那樣的人 讚揚得不得了 還有這個很多人 為什麼呢? 因為發覺說原來工程師是可以有人性的 廢話 他是在壓抑自己的人性 這是按照數學的規模來的 因為他本身不是聖人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呢 那麼這個聖人生活跟神聖的藍圖完全一致 那麼這個所有人的生活都是由天意設計所定的 有這個因果關係 然而作為他們行為的主要原因 善與惡同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所以說這個要做的行為的話 決定論跟這個道德是完全要相容的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要說明 做什麼事情都是外在影響 那我們只有一個部分不受影響就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做出判斷 這個判斷的結果我們要負責任 這是道德的一個起源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斯多噶學派的一個 倫理學的一個起源 就是說它裡面延續了我們基本的自然狀態 我們基本自然狀態就是我們人有情感 Oechaosis 有這個情感 這個情感會延伸 我們對父母 對子女最強烈 有的強烈到跟動物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而且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 但是進一步慢慢慢慢地它會減弱 但是它一直存在 這個是使得我們道德成為我們生活重心的一個基礎 唯一的基礎 所以要肯定這個需要一點教條思維 我跟大家說過 我們的問題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大的問題 學術不講 就是要做的判斷跟別人一樣還是不一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跟人家一樣還是不應該跟人家一樣 自己心裡知道說出理由能夠被大家接受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而且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是倫理道德上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天性 就是這個我們有同理心 Empathy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有同理心 所以你覺得有一些事情做了 極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你會想得到 你會想到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強調過 文藝復興以後最重要的兩個倫理學家是 盧梭跟康德 他們都用了這個概念 就是你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所有人其他人會要的感覺 他說 他們的感覺說 一個說我的那個心理上的那個感覺之強烈 讓我發覺同樣的人在同樣的情況下 他不可能拒絕 就孟子講的說 如子膩與井的時候 他不可能感覺到說 若無其事 像我舉到那個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一些悲慘的狀態 我建議大家 當你看到國際新聞的時候 你會發覺 如果大家對於傳播學有興趣 就會發覺這個Empathy 這個Oikosis的操作是很重要的 你一件事情要操作要讓人家有共鳴 你要的不是這個消息的事實 而是你要知道人的情緒上只有可能因為Oikosis而有反應 你講一件事情 他完全在日常生活當中完全集不起他的興趣 他的新聞是白做的 比如說我前一陣子看到這個美軍跟庫德族還有這個序里亞的 反正他們要打敗伊斯蘭國的這個羅卡他們的首都 我看那個消息我覺得非常震撼 但是一般來講 你們不看這個消息 你們沒有注意到 72小時讓女人跟小孩離開 之後打完以後這個城沒人了 全做掉了 我覺得非常震撼 我覺得非常震撼 嚇一跳 把人全部幹掉 拉斯維加斯發生那個事情 那個人的心理 那個要拒絕自己 那個Apathy的那種沒有情感 心理要到達什麼樣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不可思議 一槍子彈把一個人頭打碎 那同學講 老師你未免太多仇善感了吧 足個新聞你想到那麼多幹嘛 我說沒錯 我上課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會有道德的問題是來自於我們的天性 我們這個天性讓我們必須面對道德的唯一條件 我就兩句話講完了 第一個因為你有同理心 所以你會有道德的問題 第二句話 道德的問題就只是你在跟他人之間做的決定 一樣還是不一樣 就這麼簡單 沒了 沒了 你根本不用操 你就憑你自己的生活經驗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那這樣子以後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這樣子的結果就是說 你不能夠否認你有同理心 如果你不能夠否認同理心的話 你就不能夠否認你有那個道德問題 如果你不能夠否認你這種道德問題的話 那你就必須強調人是一個道德的能動者 是一個道德的主體能動者 就這個結論 所以說這個結論變成了一個基本上的一個 斯多噶哲學在倫理學上的一個基本立場 而且最有趣的是這個立場也是我們長期以來 所有人沒有讀哲學對於道德有些看法的基本立場 所以我們稱之為教條論 沒有人例外的 即使說有些人覺得說 老師我亞斯伯格症 我社交功能障礙 我根本就不知道別人的感覺是什麼 對 你有可能這樣子 但是你不會以此而洋洋自得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確實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你說不出理由來 你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因為別人都有這種共同的這種感覺 這種共識高度的共識 是共同的信念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提到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就在這裡出現 所以我希望同學們能夠說出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我這個論證在訴求上來講 那我還是缺一塊知識論 老師你現在講的這一套 在知識論上怎麼樣能夠正成 好 那我跟大家講 首先新學院派就是懷疑論派 這個懷疑論的新學院派 以後我們會下禮拜我們會介紹 信念是對一個印象的認可 我剛剛強調 我們有同理心是一個信念 是對一個印象認可 我講的都是這個 叫fantasia fantasia的話就是fantastic 就是不太真實的 我承認它是一個信念 不是特別真實 這個一個認可 然後把一些感性的或反思的 關於印象的內容當成真的 當成真的並不代表它是真的 事實上這是知識論的態度 我現在跟大家強調這個斯多噶哲學的知識論態度 是要告訴大家 你必須要拿著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基礎 然後來思考這裡面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提出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我這個論述的結果是很嚴重的 結果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服映於道德的原則 就是我們有同理心 而同理心讓我們產生一樣的道德問題 議題 所以確定性通過認知的印象 而獲得 就是說對於外在事實的一個自明的 自明的self-evident的意思 就是感性表象 這外在事實被稱為一般的常識 就是說人有同理心是一般的常識 我剛剛說過 你不需要讀哲學 你就知道這個道理 你不用讀 所以出於這些印象的組合 我們獲得了一般性的概念 這個叫prolepsis 這個都是我用的希臘字 而且變得很 就是common conception 而且變得很理性 比如說我剛剛跟大家強調那個例子 我們在座有男有女 我說媽媽生出來的小孩愛這個小孩 她不叫道德的原因是因為 這是她的天性中的一部分 在動物上身上看得到 我當時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一半的女同學 沒有人舉手講說老師我不認同 沒有 因為我解釋一個理由 我說爸爸愛小孩這個道理 跟我們一般的common conception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大家知道我講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在這種差別來講 爸爸是要思考我應不應該做 不應該做 所以我應該要做這個 而不應該做那個 所以這個就是道德的選擇 如果沒有選擇 而直接去做不叫道德 同學們要了解這個觀念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 Doing things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Inclination 這個概念在這裡頭 所以說 我這樣講以後就變得理性了 為什麼 沒人反對 所以我一直鼓勵大家說聽仔細了 沒人反對 因為我這結論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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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斷的 沒有人反對 我們女同學聽完 繼續 然後自信的最高狀態是知識 就是我們要求的 就是knowledge 所有認可都是相互知識 而且根據理性是不可動搖的 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說知識是智者的特權 這個我不講了 所以我的智者就是代表我們聖人的特權 儘管如此 認知的印象對所有人而言 可以作為一項真理的標準 就是認知的印象 我剛剛講的這一套認知就是 我問大家 有一個人 他住在一個非常偏遠的村莊內 然後他一生相信的信念 沒有離開這個村莊 然後沒有被否定過 從0歲到80歲死掉了 請問這個信念對他而言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說說看 真的 為什麼是真的? 沒有任何衝突的概念 沒有衝突的概念 沒錯 對我們來講 所以我們上課如果說 我教書教導我退休的時候 講的東西越講越露骨 所以我從來沒有被反對過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真的 我只是在教真理 因為我教書20多年、30年 同學都沒有人反對過 但同學講說我們是懶得看 怕你自殺而已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害怕這個 怕我自殺 那隨便你 但我就是要想辦法把它說得露骨一點 如果這樣子的話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就是說 這個哲學的價值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 就是說最重要的標準是一般概念 稱作共同概念以及共同觀念 就是common conceptions 上個禮拜上亞里斯多德的時候提到過 就是共識 他們在哲學論證中經常被使用 事實上依賴經驗 但聽起來更像是與生俱來的直覺 懂沒有 就是我講的這個觀念 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這裡頭 它其實是來自於經驗 本身包含我講的每一個事情 但是聽起來好像很像直覺 所以說與亞里斯多德的logic of terms 相對一下 斯多德的邏輯是命題式的 他是強調 這個裡面是強調每一句話所代表的狀態為真 所以他論證的時候 這個邏輯上的發展 所以基本單位是簡單的命題 Axima 就是有這個公理 是真和假的主要在意 斯多德哲學裡面的邏輯的部分 相較於亞里斯多德的述詞邏輯來的部分 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為什麼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是強調磁性的 所有人都會死 所有人都不會死 有些人會死 有些人不會死 是用詞性的 用正負來代表 這個不符合西方語言的真正的價值 西方語言的價值真的是一句話代表一個事態 如果它對應了這個事態就是真的 不對應這個事態就是假的 所以說斯多德的這個邏輯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就要說明 比如說媽媽愛孩子不是道德的這一句話 這個事態能不能對應到這個事態 如果你覺得能夠對應 這就是真的 所以這個用一句話來代表一個事態之間的對應關係 要比亞里斯多德的邏輯進步多了 所以說這裡頭強調這個邏輯的關係 因為這個邏輯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特別說了 那我接下來就強調一下這個斯多德哲學的這個教條主義 大家聽完以後 覺得好像就是我們所謂的常識 沒錯 我剛剛強調 我們對於道德的認知真的是很無奈 你知道嗎? 我們在哲學界有一派人叫做演藝倫理學家 演化倫理學家 Evolutionary Ethics 他們要證明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演化出來的 沒有天生的道理 沒有天生的道理 但是他們就很難做實驗 就是說在論述的立場上來講 要否定人是一個道德的動物這件事情來講 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容易 但是要肯定他 其實講起來有一點不容易 很荒唐 所以同學們沒有注意到 我是用常識的方式介紹大家 一個你不會接受的立場叫教條主義者 我認為今天在台大的校園內 這種講法要讓大家接受接納 不挨罵不容易 但是你在道德的這個問題上來講 卻有佔它的優勢 所以說在科學時代 我講17、18世紀人權概念興起的時候 大家紛紛引用斯多噶哲學 其中就這兩位代表 我說過 盧梭跟康德爾 那是一個什麼時代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地理大發現 跟一個科學大革命的時代 科學大革命的時代 那是一個否定教會力量的一個時代 否定教會的力量 然後發覺各地的人的不同 歐洲人原來 我讀盧梭的書的時候 歐洲人原來不相信 在赤道地區可以有人活下來的 認為沒有世界的地方 人是活不下來的 歐洲人剛到非洲的時候 花了很長時間在鑑定奈吉利亞 就是尼日河上面的人跟大猩猩之間 到底是都是猩猩還是都是人? 他花了很長時間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對我們來講 你看Michael Jordan會很生氣 對不對? 這個確實是說明了說當時 對於這個世界的新的發現 盧梭是在這個立場下做了最重要的選擇 為什麼最重要選擇呢? 因為他特立獨行 他說我們到了新的道德時代了 教會的 有它的價值 但是要讓我們繼續探求倫理的真諦 而倫理的真諦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不能靠聖經了 我們要回到什麼? 我們回到問人的自然是什麼 所以他就講到說 我對他的作品很熟 因為我做過翻譯 他講到說斯多噶哲學的內容跟價值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觀念強調自然 nature 還用了亞里斯多德的書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 上禮拜五特別強調這一點 所以說後來影響了康德 康德說我們可以證明它 透過理性來證明它 道德的基礎 所以康德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 The Groundworks of Morals 道德的形上學基礎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理性來證明 所以其實康德寫這個 道德證明的時候 並不是真的要說明我們沒有道德 之後才有道德 而是要說明我們原來存在的道德 原來是用直覺的方式存在 事實上是用理性可以證明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享福了 我們都享福了 因為羅馬帝國的成就先有法治 自然法 再加上康德的這種民主式的思維 合起來先法治後民主 讓我們今天享受每個人都視之為當然了 每一個人現在對於自己的人權的解釋非常重要 包含我私生之間 我們對同學講話都要非常客氣 非常客氣 對女同學尤其要客氣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突然感覺到irritating experience occurring to me 那馬上就可以控訴你 學校是先辦再查證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這個人權要獲得一種極高的價值的保護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非常小心 每個人的權力要尊重 不管你什麼練的 同性練、異性練、同性加同性 或是異性加同性 通通都要尊重 這個是這樣來的 所以說首先你看 你關於同性練的論述 也是一樣 先問他有沒有真愛 再問這是不是人的自然的一部分 兩者都有以後就要尊重 以前花很多時間在討論 這假的 然後這個根本就是人造的 那就 現在討論重點在這裡 一旦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話 你要怎麼樣面對它呢? 要尊重它 要把它當成自然 像陰晴圓缺 像春夏秋冬一樣 要接納 我國中畢業到高中就看了 《百仙永台北人》裡面的那一篇 《滿天空亮晶晶的星星》 很小就啟蒙了 後來的話 教書的時候又把孽子的書跟孽子的這個 都看了一遍 然後我就在發覺 台北人寫得很細膩 目的就要告訴人家 這個的確就是我們 人的一部分 經過長期的努力 所以大家就要發覺了 這個人跟自然的關係是動態的 是不停地在定義的 有一些人的話在定義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了解到這個發展的過程就是這樣 這個跟 如果原來按照聖經來講 那是假的 現在這個人權的概念 就是盧梭加康德 就變成真的三百年 大家要心存感激 哲學界的努力 心存感激是什麼? 就是說有一些人因此而大放光明 可是我覺得 我在高中的時候接觸到這個台北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他們是一個單獨的團體 他們在被社會接納的過程中 不管接納不接納都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最近認識很多設計界的人 那比例是超高 想法不一樣的人當然就有創意 像我們庸俗的不得了 對不對? 每天開口閉口的話 想到家庭仰天常探 人家不一樣 人家沒有這個負擔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負擔 對不對? 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這個羅素對於這一點也有非常肯定的評語 他也算是我們理解對於斯洛克哲學 對當代諸多價值中最有關鍵底下 羅素最有名的書是暢銷書 西方哲學史 裡面就寫了 我把它引文引下來 By nature 第一個字 The stoic held All human beings are equal 你看 林肯講的話 林肯是為了 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equal 他們沒有這句話 馬庫索羅里斯 皇帝 in his meditation favours of politics 政治體 國家 in which there is the same law for all 你看羅馬帝國多進步 a policy administrated with regard to equal rights and equal freedom of speech and a kingly government which respects most of all the freedom of the governed 好 這是今天 這羅素在裡面講的 羅素是我們哲學界唯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人 所以地位非常具有權威性 1921年來過中國 This was an idea which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realized in the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沒有實現這個理念 羅馬帝國是強喪武的社會 除了法律以外 But it influenced legislation particularly i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laves 為什麼講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羅馬帝國的話 那個epictetus的大咖 斯多噶哲學三大咖 epictetus 是奴隸出身的 奴隸出身可以變成哲學家 這了不起 這大家了解 Christianity took over this part of stoic teaching along with much of the rest 就是說基督教哲學受到了斯多噶哲學的影響 但是不願意提為什麼 異教徒思想嗎? 異教徒思想 當然就不願意提了 對不對? 像伊斯蘭國怎麼會加上說 圣母瑪利亞在裡頭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受到這個影響 And when at last When at last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opportunity came to combat this part ofism effectively effectually the stoic doctrine of natural law 自然法 and natural equality 自然平等 in their Christian dress 在用基督教的包裝下 acquired a practical force which in antiquity not even the emperor could give to them 就是說 在基督教的包裝下 慢慢到了17世紀 自由平等的概念就實現了 而這個實現的過程 是一個羅馬帝國的皇帝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說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力量 教材主義的力量 就是發生在所有的有關道德的題目上 就是大家上了將近半學期的懷疑論以後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滿足的 這對我個人來講 真理終於睡不中一不遠 教導主義的相對性概念 叫做極端的懷疑論 就教導主義的相對性概念 我不是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嗎 沒有真理會覺得遺憾 你那時候在不在 在啊 你沒有真理會不會遺憾 不是還用了一個有沒有真愛感覺嗎 還問了同學 同學笑笑講說當然沒有真愛 當然遺憾 連我都遺憾 你怎麼會不遺憾呢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好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沒有問題嗎 像Auction House一樣 三遍 因為今天的結論太重要了 結論太重要了 就全班都因為我的努力而變成教條主義者 對不對 反對的第一個舉手 一遍 好 來 你睡了 來 你沒事幹 喜歡舉手還是怎麼樣 說 沒有 我只是舉手表達 好 為什麼你反對教條主義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 因為當你宣稱 你做一個教條主義的宣稱的話 別人也可以做 那我為什麼要聽你呢 好 你為什麼 反正你就是打死不聽別人就對了 那你需要給一個理由 你聽完以後 你沒有感覺到我講得很有道理嗎 笑什麼 不只能笑 老師 你說的教條主義是說 我講 我先定義一下教條主義 就是說在真理不可得的情況下 共同的信念形成了共同的概念 共同的概念變成現象中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接受這個現象是自然中的一部分 如此而已 以那個同理心作為例證 我們在經驗中得到同理心 又舉了很多新聞 舉了很多媒體這樣子 然後發覺說 我們的確 看到有人受難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要覺得 這個要有個辦法 要解決 不是說不管我的事 這樣子 我的教條主義是這樣子 都是據官場 對不對 那麼比如像斯多哥學派 他有自己宣稱的教條主義式的倫理學 基督教也有他自己宣稱的教條主義 那麼我怎麼選擇 很簡單 我剛剛有提到這部分 一個是依附在聖經的解釋上 另外一個是依附在自然的情感上 或是對自然的認知上 那就變成隨便選擇 這是我剛剛講到說 這是倫理學最重要的問題 我一開始問那個問題 第一堂課下課的問 你如果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不是隨便選擇 隨便選擇是憑他那個想法 我是說你要把理由說出來 然後被大家接受 對不對 我有沒有說這樣子 對啊 這種教條主義我覺得蠻好的 我不覺得他不好 因為在倫理學的內容當中 這是我們所僅有的 對不對 這是我們所僅有的 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 很難有別的 有別的話就是要想別出心裁 來打破別人的論述不容易 幾百年才看到一個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屈言覆事 人家怎麼幹 我們就跟著怎麼走 不一定要當鄉院 但是跟人家判斷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跟人家判斷一樣的 比教條還糟 對 那如果說這個教條主義是一種 舒服於自然 讓人去抓到說 人都有一個共同性 是藉由自然的方法 去抓那個共同性 然後可以成為民道的一個標準 那會不會 這是一種在 因為我們在同樣的社群 但是有不同的社群 不是甚至不同文化 那不同民主 那這樣子的一個宣稱說 都有每一個人 對 你那個是要相對主義 不是我這邊講的 我這邊一開始有介紹他的物理學 介紹他的宇宙論 整個宇宙當中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沒有你那個涉及到相對於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社群 不同的環境 所導致不同的結果 沒有這個問題 我沒有講這個問題 我講Oic Eosex是所有人都有 我一直用全稱命題 所有人 所有的道德問題就這個問題 所有的道德問題的起源就是這個問題 就這樣 所有所有所有 我知道你講的問題 你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有人想法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地球圓的 他認為地球是方的 這種人怎麼辦 這種問題 對不對 沒有這種訴求 就是在道德的問題上來講 所有的倫理學家 沒有人會訴求於相對主義的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道德的直覺上 或道德的常識中 這太明顯了 而且最好講 我一直在強調在倫理學當中才有教條主義 其他的沒有 因為習上學的話 你有可以不同的功力就有不同的系統 對不對 然後你在這個知識論當中的話 你可以永遠不停的懷疑 你在訴諸真理的訴求 但是倫理學上來講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每天在面對這個選擇 我一開始講說你對沒有真愛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我說因為你對於沒有真理這件事情沒有反應的結果 是講那個同學 這開玩笑的 所以代表 因為你沒有真 而無所謂的話 來到沒有真愛也無所謂 是不是這樣的人 那問完以後沒有一個人講說 老師我就無所謂 我明天死我都無所謂 什麼真愛假什麼狗屁 沒有這樣的人 為什麼 其實有可能他準備這樣講 虛無主義者準備這樣講 但是我說講也不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社會當中 絕大多數人共同了解這件事情 是個常識的問題 懂嗎 我們講教教主義是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沒有真愛是很遺憾 哪怕是一個人說我根本沒有愛護什麼 隨便 他也不會覺得說講這樣是對的 我是這個意思 就是叫common belief 這個基礎 好了 夠清楚了 同學們在點頭 少部分支持的人在點頭 好了夠了 謝謝我們休息一下